齐桓公为什么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呢? 齐桓公齐国的第十六位国君,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公子小白。 他在回齐国继位的途中,被管仲一箭射中,小白趁机假装重箭而死。 管仲信以为真,派人飞马报告在鲁国的公子鸠。 因此公子鸠的部队行动放慢,第六天才赶到齐国。 结果呢,小白先妻到达,入城并立为国君。 这就是齐桓公,按照常理来说,齐桓公应该对管仲恨之入骨。 但是豹书牙劝他说我有幸能够追随您,您也终于成了国君。 您的尊贵已经达到了顶点,我是没有能力再给您增光天才了。 您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,有我就够了。 假如您想成为霸主,就非管仲不可。 管仲在哪里? 那